2月8日,农历正月初八,一大早,江朝栋就来到工厂,在临时展厅内整理着年前刚刚完工的一批工艺品。 新年一时,公司的订单不断,不时也有客商前来洽谈,江朝栋尽可能地展示自主研发生产的特色产品。 这个灯饰,可能做一些小夜灯,这个产品我们都陆续在开发之中,这个产品主要都是在这个奈米镍射的这一块,因为它这个图案也是变得很自然,所以这一块我认为这个市场还是蛮大的,这一款产品纯粹就是出口型的,出口型的它的刀比较多,各式各样的刀,冷冻刀啦,蔬菜刀啦, 面包刀啦什么都有,比较齐浅,这一套是比较齐浅的。 现年62岁的江朝栋来自台湾伊朗,1990年,他之身来到大陆创业,一待就是30余年,一直从事着竹木制品行业。 2013年,看好了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的资源优势和发展前景,他选择在建阳扎根,经营一家生产厨房用品的公司。 用地的汽车,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,那当然我们也会把我们这个信息呢,告诉我们的台湾的同胞, 他们如果说有这个医院进来,那当然选择在我们这里是最好的,不管是任何的大小事,只要找台办,台办都会帮忙我们。 这个是给我们缩短很多这个距离嘛,不管是比如说你工作上的问题啊,还是生活上的问题呢,他们就特别的会照顾我们。 近年来,大陆出台了一系列汇集台胞的政策措施,江朝栋也抓住机遇,不断扩大生意版图。 他告诉记者,目前企业的年厂值达1500万元人民币,2022年还有万增长30%。 我们每天有个团队,整天都在研发新的东西,来适应这个市场,这样才能够榨根在这个市场。 当然我们这些创意的东西,也是有部分透过台湾的这些学生,他们,因为我回去的时候会跟他们沟通, 你可以设计一些东西,那你设计出来的东西,我们可以打烊,来推向市场,大家都可以双赢。 福建与台湾同根同组,血脉相连,在江朝栋看来,大陆拥有庞大的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,台湾青年应该要把握发展机遇。 到大陆来的选择,应该是长眼来说是对的,因为大陆整个内需的市场,不管你是做任何一个行业, 它的市场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,所以你如果说年轻人来到这里, 它的机会会比留在台湾的机会更多,非常有前景,因为这个市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, 在台湾的市场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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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